好,大家好,咱们接下来了解一下食神 以日元为我,我生者为食伤 食伤是什么?食神和伤官 养我生养,因我生阴为食神 也就是同性生为食神,简记为食 食神的代表是什么呢? 食神是一个食神 可以胜一个财,一个正财,还有一个正官 就是食神可以钉一个正财和一个正官加在一起 最福的一个福神,最福的神,最有福的神 就是食神,食神也代表的是福神,非常有福 为什么?食神代表的就是多福多寿,心患抵蚌 不用操很大的心 自然就有很多感觉,哎,这个人的运气真好 生的家庭也好 这人运气真好,吃吃喝喝就把这个钱挣了 这个人的运气非常非常好 你看,有吃有喝,一天有玩 还不用操很多的心 然后这个就把钱挣到手了 等等等等,我们看一个人有福都是什么呢?都以这个财为基础 啊,财无忧的情况之下 对吧,哎,又有又有这个吃喝玩乐 啊,这个这个还好一点这个酒色 对吧,对异服还有天天赋 哎,这种人其实 对于一般人来讲是很羡慕的啊 也是对于女性来讲是很有魅力的一个人啊,也是很有魅力的一个人 所以说一个食神,胜一个财,胜一个官 啊,他不用正观那么多的这个条条框框,对自己约束力很强 啊,也没有正财这个一生追求的这个财 他不追求财,他自然就来 所以说食神是一个这么一个代表 如果食神格成立是一个好的方向 我跟你讲,就可以断这个人非常有福 有些东西吃喝不愁 可能有些东西是再看一看祖上啊 可能这个祖上给留下来的这一些很大的一些的这个这个这个福气啊 比如说钱财啦,比如说这个产业啦等等等等啊 不用操心啊,就是一个不用操心的人 所以说食神,食神是人也代表着一个口才非常好啊 能说会道啊,能玩会跳 哈哈,好吃好喝,对吧 多腐多瘦,心宽体胖 一般这种人呢,心里就不计较一些东西和不在乎一些东西 他也懒得思考一些东西 他也懒得去想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啊 这些个尔虞我诈等等等等 所以说你感觉这个人一般体现就是宽宏大量 宰相肚里能撑船啊 所以说他这个有一个代表性的东西 食神啊,有一个什么代表呢 食神的这种宽宏大量这种乐呵的这种方面啊 前面咱前面咱就不说啊 他有一个就像密勒佛像 那密勒佛 啊,密勒佛笑起来这种这个就有食神的一个正义的一个一个东西在啊 正正确的一个方向啊 然后呢,这个食神的对艺术也是天赋一柄 因为他他一旦有一个爱好或有一项东西的时候 他很会玩的 他比别人能玩出花来 懂吗?人家玩吧 哎,可能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一解一解攀升一解一解增加啊 他的这种含义呢 就是开枝散叶,东开朵花,西开朵花 然后他能把这些花能连成片,整成一个花园啊 啊,就是这种思路和意思 懂吧,哎,他能把所有的东西玩的非常漂亮啊 所有东西玩的非常花花啊,很有意思 人家说,哎呀,您这东西能整成这样,太有才了 这一般就是说的一个食神的一种这个这个这个意象啊 然后他还这个意象还代表什么呢 胖,大,有福气,衣食无忧,对吧 所以说他的这个职业 职业的一个建议选项啊 还有职业的一个走向 演绎,娱乐,美术,美容,服装设计 啊,或餐饮酒店等等 然后呢,他的人物代表呢 代表的是晚辈儿啊 代表的是学生,徒弟,下属 在男人这边呢 他代表男人的孙子啊 女人方面呢,代表女人的女儿 食神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含义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食神呢,主要作用是生财 啊,食伤可以生财财嘛 对吧 所以说吃喝玩乐还能把钱赚啊 吃喝玩乐就能把钱赚 日元深墙的情况 食神为喜用时能够啊 谢化日助和比捷 食神一切好的一面就出现了 就是比如说你深墙啊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深墙啊 深墙的话 食神呢 就为喜用 就为喜用 你深墙为喜用的话 你就能把这个日元的一部分强弱 给泄化掉 就可以泄化这个日助啊 泄化一部分能力 让他达到平衡 达到平衡的话 那么他的这个好的一面就出现了啊 就刚才说的正能量正确的这方面就出现了 如果是身弱的情况之下 因为整个的是叫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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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者为食伤 对吧 再去生这个食神 食神就为什么呢 食神就为继兄了 就是本身我弱 就是本身我弱 我还要再去拿一部分力量 来讲 我就更弱了嘛 对吧 就为继兄 代表呢 自己这个这个 这代表啊 自己富有师叔 难遇不乐 异欲寡欢 怀才不遇 自己的这个思想 异于这个这个世俗 红尘格格不入 懂吧 他的反方向的含义就出来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四大吉神 四大恶神也好 还有两瓶神也好 都要看自己的身体状况 所谓的就是说 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可以驾驭他 给你一把刀 对吧 你有能力 你可能雕个花 你成为艺术家 再弱一点 你可能做一个这个厨师 再弱一点 你可能变成一个切堆的啊 再弱一点呢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深深的 这个你拿捏不住的话 你可能拿刀 做这个这个犯罪分子 对吧 所以说无论一个 好的神坏的神出现的时候 你要看一看 可不可以自己 可不可以控制 可不可以为自己所用啊 也就是为这个八字所用啊 所以说每一个都有正反方向的东西 再出现啊 每一个都有 时神呢 还可可以这个克制官杀啊 可以克制官杀 时神 克制啊 克我者为什么 七杀 克我者为七杀 所以说时神的出现 可以保住自己的命啊 时神一到官运就要丢啊 时神一到官运就要丢 因为时伤代表的就是一种 和这个正观相反的 有些地方相反的一个东西 啊 正观呢 他代表的是这个言于利己 代表着自己约束力强啊 代表着规划 代表着等等等等啊 这一些这个方向 规矩的一个方向啊 所以说时神呢 他是没有什么规矩 他是随心所欲的这一种啊 不积女于不拘泥于一些东西啊 心里对一些条条框框呢 这个这个也不在乎啊 所以说时神这个跟官 他俩是对立的 所以说一旦时神成立 时神一到的话 这个要 要这个正观在 这个官运就要丢的啊 官运就要丢的 所以说一个当官的来讲 从实际来讲啊 他如果整天呢 就是吃喝玩乐啊 出是风月场所啊 怎么怎么样的 对吧 有时神这个特性 他这个官 你说还能在吗 时间一长 对吧 所以说官 占时神这一方面 都要藏着掖着 一旦暴露出来 时间一长 对吧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样 就要出问题了啊 就是来治你了 时柱呢 有时神特别好 就是子女工啊 代表万年有福 一时无忧 时柱又代表子女工啊 也能代表子女有福啊 也能代表子女有福 你看这个福神 到哪哪有福啊 时神呢 也是不亦多 过多容易肥胖啊 贪图享乐 好意勿劳 不勿正业 不知节俭 啊 一个是不能为自己所用 反方向出来 一个是就是说 过多啊 他就这个物极必反啊 坏的方向也出来了 没有时神也不好 怎么样 不会玩 玩不起来 这个人闷闷的 你就发现啊 有这种一个情况的 这些人 然后还平时还不怎么说话 也不会说 也不会闹的 不善言辞 啊 不怎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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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愿意说 不怎么愿意聊 其实我就没有时神 我就没有这个财根呢 所以是为什么 之前我说我这个 在大海上游泳 对吧 为了生我这个财根 我从小就是这种 半天一棒的 笑不出个屁来 你不知道在一起说什么 包括现在也是 我如果要是进入不了 这个这个状态 或者是我不吸收一些 这个水汽啊 我就平时在坐在一起 我都不知道说啥 有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我挺闷的 那就自己知道 自己拿自己的东西 或者拿一本书啊 就在那看 自己找一些自己 这个方面的东西 在那看 也不愿意说话 也不知道跟人说什么 但是呢 你看这个 我这个把这个财 补上之后 把这个印啊 也激发出来之后 那我就很能聊很多书 那都很神奇 很有意思的啊 我为什么这对这些东西 特别感兴趣 就是一步一步走 我能走的 这十多年能走到今天 走到现在 因为我从我自身的情况 确实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改善 而且好多原先认为 玄无其神的东西 也找到了 这一个这个这个 根本在哪里啊 也好多也找到了解决方法 确实好多东西都很有用 也是在我身上全发生的啊 在身边朋友身上也发生 对不对 所以说我才能坚持到现在 它是个好东西嘛 所以说每一个人身上 都有十神都有十个神啊 每一个身身上都有十个神 你比如说你八字当中 你这个十个神不全 比如说你有八个 但你随着大运流年 它还会有呢 你总会有着十个神出现 总会有十个神出现的 然后记住我生者 这个这个为师伤就行啊 阴神养我阳神阴我 这直接假见到哪 就细分了 这就没意思了啊 这就是死记应被的东西 就不要了 大家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就可以啊 怎么来的就可以 然后整个的这些 刚才大家啊 也都讲 也都给大家讲到了 然后大家知道 十神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啊 就可以教大家一个 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你把你身边 你认识的人 你的朋友啊 这些特性 你到时候全给他 带一个符号 就是这个人 就符合十神的标准 你当你在看到 别人有十神的时候 或者是看到 他哪一个年代段 有十神的时候 或者是十神落到 他哪一个工位上 比如说他的子女工 他的夫妻 工是什么样的 你可以联想到你这个朋友 然后你朋友的特性的性格的 负面的 反面的 正面的东西 你都可以说啊 基本上都可以对得上啊 这样大家也可以加深印象 对吧 一说十神 哎 我那个朋友张三 我那个朋友李四 就是这样 好像一模一样 你一说十神 你直接说他就可以了 对吧 他是你已知的东西 已经在你心里根深蒂固 很长时间了 所以一说就说得出来 所以说按照这个方法 大家会记得很快的 好 这节课到这里 感谢观看